海魁台风来袭 肆虐南台湾 在三号晚间 高雄真的是一夜的狂风暴雨 不少的路段出现了严重的淹水 导致车辆抛锚 还有民众在吃平安宴 结果遮雨棚架全部都被吹翻 惨变流水席 那么甚至还有道路的人孔盖整个被狂风吹到掀开 而至于在屏东高树乡 民宅前出现了大水蛙 居民只好苦中作乐 跳下水游泳 而在屏东市区 也有垃圾子母车 受到强风吹袭 在道路上滑行 大雨狂下 市区道路一片汪洋 马路变成水路 汽车当场叼佳 路旁成了小型瀑布 水淹半个轮胎高 我们后退 我后退 用路人开车 开到心惊惊 Oh my God 海魁台风肆虐 三号晚间 高雄出现狂风奏雨 前镇区多处路段积水 不仅直接淹进前楼 甚至一渡水淹民宅 另外在凤山区 民众正举办平安宴 但越吃越不安全 强风肆虐 遮雨棚架 硬身倒塌 同步被吹到开花 一旁旗帜遥遥遇坠 还有道路人孔盖 被强风吹到掀开 远景冒险处置 而辛苦的不止人民保姆 大辽区还有四组 拗不过宠物只能冒雨遛狗 至于在屏东高树乡同样出现灾情 民宅前严重积淹水 超扯的 而在屏东市区也有垃圾子母车 受强风吹袭 用路人吓得尖叫 真的看傻眼 然后走去哪里 台南中西区也有树木遭连根拔起 无预警倒下 路过驾驶赶紧刹车 尽管台风逐渐远离 但天气仍不稳定 民众务必多加注意 记得综合报导